你妈呀 你身上有狗味 天天跟你住一块能没狗味吗 你妈我是狗啊 不是 你非得要睡觉老婆那狗皮褥子嘛 跟我的狗皮褥子有啥关系 你瞅瞅你长的 跟跟肉包子似的 那狗又不跟你瞅贵 是 那小狗跟我三十多年了 刚姑娘就跟我生三了 小狗子你那狗挺漂亮啊 是 他超人稀罕了 我就跟他吧 我照了张合影 然后我就给发到朋友圈了 然后我把你那狗 送到社区去了 是 我就看到朋友圈转发照片 我昨天从社区把狗包走了 那我就放心了 大爷 我特意感谢你 给你买点小礼物啥的 这不都买鸡蛋了吗 瞧这鸡蛋钱还没给你 你还还弄个啥礼物了 这不算啥 这是好吃的 哎呀 妈呀 拿错了 对对对 这样我回去换你啊 用不着 小伙子你都在这 到这别客气 啥日子 还有人给我爸送礼呢 有好吃的 先尝尝啊 别吃别吃 哎孩子你先别吃 不是 哎不是 哥们 那个你吃的惯吗 挺香的啊 那是狗粮 干了 哎呀 你这孩子还挺上识的呢 爸 你说你怎么还跟狗干上了呢 爸 爸你看 我一回家 看有人给你送礼 送的是狗粮 哎呀 我这手机朋友圈里面 发的全是你跟狗的合影 爸 你可活了 比调 比调 你爸爸只不过是做了一件 非常平凡的 使狗不媚的小事 用不着这么热旁 还挺谦虚 可是人家没说你是使狗不媚啊 啊 那说啥呀 那咋说的 那照片飘底写的是 史上跟狗最联相的人 不是 跟狗联相是啥意思啊 就是说你长得像狗 你别听他们瞎说 老伴你说句心里话 咱俩过了大半辈子了 你说心里话 我长得像狗吗 不像 都说你长得像猪猫鸡 我让你花我了 我 范奶奶 我觉得您对范爷爷的定位 很准确 有善表情 哪里有你呢 你开玩笑 爸 您不生气啊 完了我就在这下面评论 我说这是我爸呀 对啊 没人相信我 他们都不屑 那咋办呢 我说咱俩长得不像 是 我是故意不让你长得像我 你要像我这样 更加不出去了 爸 这样吧 咱俩拍张合影 然后发朋友圈里证明一下 对对对 我也发朋友圈 来 看镜头 摆pose 看这边爸 看这边大爷 看这边大爷 看这边爸 看 你谁呀你 你跟谁叫爸呢 不是 我谁你 你不认识了 你谁呀 大学毕业晚会上 你是不是穿一个 黄色的超短裙 对呀 然后跟一个非常帅气的小伙子玩了一个游戏 你咋帅呀 那就是我 大马风 嗯啊 两只小蜜蜂啊 飞到花丛中啊 飞呀 我飞呀 飞呀 我飞呀 飞呀 我飞呀 怕怕 我我 咋的 不是 他他他你男朋友啊 不是啊 你打我 干啥玩意儿 不是男朋友 胜是男朋友 你妈呀 胜死 那是因为我没来 我要来了 你就胜死了 你吹笨你 我跟 饭爷爷 他谁呀 就是前两天我捡条狗还他了 你还他一条狗 去引来一只狼 还是个大色狼 你毙了吧 你说谁是色狼呢 我看你才像色狼呢 饭爷爷他说我 他说得对 你也说我 我发现了你们谁也不喜欢我 就我爷隔壁老王喜欢我 你爷喜欢你啊 那是你爷实在没啥可稀罕的了 哪一 帮奶奶 哎 他们都不稀罕你 奶奶稀罕你啊 谢谢奶奶 如果奶奶得说你两句 你也说我 你听着 你呀以后别看着小米粒 跟哪男孩在一块 你就逮个大厨堂子抱起来了 啊 那我都看出来了 人家就是同学 是不是 再说了 那小伙儿 就个比你高点 帅点 呃爷们点 相信你叫他差啥呀 除了这几页 我也没差啥呢 别嘚瑟了 跑来换你就听出来 你不说了 你不说了 你不说了